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就是很多东西可以替换了 但是很多人也是 其实每一次的选举 每一次的选举 我们都有一些跌破眼镜 这很多人 没有特别去关注 为什么 因为选举有时候 它的诸多因素非常多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选举 当然 费心之战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我昨天在中天电视台 评论他们就要我讲 因为我台北市的嫌疾非常熟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情况 我说其实 贿荣泰跟西小金两个去对战 民进党的喜苏 两个都会赢 两个都会赢 那西小金为什么后来机上 反而赢了老将贿荣泰 大家也知道贿荣泰 从民国83年 新党的时候 大家知道83年 是新党那时候最壮大 因为赢超康选台北市长 那他们提赢了14个人 本来15个 还有一个是我 我是没有去 我选也会上 老实讲 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兴趣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提赢了14个 然后下去选 当选11个 所以那时候新党 使台北市议会 三党不够半 那 87年 87年 因为那阶是陈水扁当选 87年陈水扁漏选 他忙很久当台北市长 87年 费荣泰 就当选了 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 有国军合作嘛 那时候依旧是三党不够半 所以 可以看到 就是你只要 南京合作是会赢的啦 不管你合作的对象是谁 是郭台平或者是 新党或亲民党 那些周遭的啦 就是都都会赢啦 那那时候的氛围就这样 所以费荣泰就一路上 后来 会议长没有连任 为什么没有连任 87年当年会议长 为什么四年后没有连任 因为90年亲民党成立了嘛 那91年 那91年 变亲民党 的影响力比较大 在议会造成不够半 所以亲民党就推推出理心嘛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选战 他就是非常的特殊 可是这样一桩接一桩喔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 嫌疾里面 让很多人觉得好意外 这种意外啊 一波接一波啊 但是 费荣泰肉弦喔 周遭很多朋友觉得 哇 真的是意外 真的是 有些人觉得都很难够 好像一个 多年的老朋友被干掉了 不过 各位朋友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的分析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所有人都讲啊 因为怎么样 不是 我觉得不是 他的 他的 他的情况就是怎么样 你知道 因为国民党现在 现在喔 很多人很焦虑 但是焦虑的人 其实他 挺的 就是侯友宜 跟党中央要挺的一样 那新北市议会 还没开会 侯友宜没办法宣布 就是他的 对民主的一个 一个基本尊重 那大家就很焦虑 焦虑就投射说 因为 侯友宜本来民调最高 现在输给了赖清德嘛 大家那种投射的心情 就投射到他周边的一些人 总统跟立委是同一天投票 同一天选 那总统需要立委的人 互相 虽然是母鸡带小鸡 可是小鸡也要很强 可以帮母鸡去打仗 大家看去年 为什么国民党大赢 国民党县市长其实不强啊 我讲战斗力不强啊 各位 我讲没有污辱之意 可是就是事实 讲完他战斗力很强吗 张善政战斗力会强吗 谢国梁有什么战斗力强的 没有嘛 连卢秀燕战斗力也没强 他很温嘛 那去年选举战斗力最强的是谁 不就是习小鸡 王鸿威吗 他们大力去打利盈的抄袭案 林志坚抄袭打了这两个月 打到 民进党走之右臭 因为没办法去讲嘛 白子黑字 各位记得那种小董 我说你要知道有没有抄袭很简单 不必要什么学术调查 伦理什么 不用 小孩子嘛 什么叫小孩子 你找家里读小学的 或左林右舍读小学的 读三年级以上的 小学三年级以上的 你把两本论文给他 我给你五百块 你把这论文相同的地方 用红笔把它勾起来 一本是林志坚的论文 一本是被他抄袭的论文 然后两本拿来对照嘛 小学三年级哪有什么政治意识 没有嘛 那你只要自相同 诊断相同 把我勾起来 我告诉你两本是一定是勾得 一模一样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多嘛 一定是构成抄袭嘛 这个不用讲 这个哪些要怎么教授来评断 一模一样嘛 七年小董讲最多的 四个字就是叫做一模一样啊 是不是 那这党下去 民进党七年就崩溃了嘛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整个炮火的集中地在哪里 不是在党中央耶 党中央你现在回想一下 党中央有谁 然后去 不管是攻击或防守或提出一个很正见 受到大家欢迎 没有 党中央依旧是朱立伦嘛 那立法院 立法院作为在野党 一定以立法院为主嘛 所有在野党一定以立法院为主 因为你都是国会殿堂嘛 这里讲话才会大声嘛 你看在美国 在野党是共和党 他的主战场在哪里 当然在国会 在众议院啊 在马卡锡啊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嘛 那在台湾呢 在野党的大本营是在国会 可是战力没有表现出来 他战力表现出来是 同时也在显议员的 王鸿威 徐挑心 游淑慧 这些人嘛 大家可以看到的确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现在的选举 就是要互相 互相来扶持啊 那 各位可以想象 侯友宜并不是一个很喜欢 在语言上攻击别人 各位可以看到 他跟 契良国民党提出来这些人 个性很像 你和蒋安安 会攻击别人吗 张三任会吗 谢国良会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北北基陶 不会啊 那侯友宜当然也不会啊 大家可以看到 国民党选出来这 那你说 选中人干嘛 其实 施政跟选举 有些地方是不一样啊 施政你要 你要 人和嘛 人和就是 你不要主动攻击别人 除非你被攻击了 那种还手嘛 还击嘛 对不对 那攻击手 攻击手可能 议员比较适合啊 因为议员 我一个险期好几席啊 我攻击了别人 有人对我不反 没关系 我还是 我只要拿其中 八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选票 我就当选了嘛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民意代表 做这种事情 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可以看到 所以徐小钦 为什么赢费洪泰 哦 因为 因为 支持者啊 蓝营的支持者 希望 他的火力 可以去帮 相行之下 比较温和的 活友谊 所以费洪泰的对手 是活友谊啊 各位朋友你要看 他整个期视上 费洪泰的对手 是活友谊 哦 就是大家想要 让活友谊出来 可是 希望他周遭有一些 比较强的 哦 强的立委 候选人可以 哦 可以有攻击性 民进党很需要 人家来攻击啊 因为民进党这个党 是堕落 下山烂道 无耻 他已经 贪赃 王法道 已经匪夷所思了 他 被司法包庇到 哦 也没有密布脱风 他被包庇到 他也无所谓 反正司法是挺我的 民进党这种下山烂的畜生党 哦 什么都敢做啊 为什么有司法包庇 哦 你们敢去告我 我也没事 哦 就这样 那司法在帮民进党 帮他掩护之外 还帮他去攻击南京 所以南京很需要很强的 哦 譬如像我这种人啊 我是不掺险啊 是不是 我可以明白指出 諷刺 或者 很具杀伤力的 告诉各位 对不对 那些检察官 根本就是在帮林静怡 助险 很多检察官被我指名道姓 气得不得了 我说你有什么气的 你就是随随随随的 到现在险后 现在4月底 到现在 大家看 已经多久了 半年了 林之庙有没有在被传 没有 险前林之庙是怎么样 险前林之庙是 县长官邸被搜索两次啊 县长官邸被搜索是不得了 对不对 你没有 你没有涉及很 很明确的贪污 谁敢去搜索 搜索 调查员接受检察官指挥 哇大仗 抬出很多东西出来 媒体在那边拍 那个 那个对形象杀伤力多大 你没有贪污 检察官干嘛搜索你啊 他们不晓得检察官 检察官是在帮民进党搞选举的 林之庙的案子 就这个例子嘛 对不对 那过去这样的案子太多了嘛 郝隆平要选台北市长连任 检察官是带着调查员跟一群记者 到台北市政府 欢箱倒柜 说 郝隆斌的 幕僚长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 是幕僚长 涉及探务 然后开始欢箱倒柜 搬一堆资料走啊 各位 你可以看到检察官多么积极卖力啊 台湾的检察官本来就是 多数 对不对 都是 都是在帮民进党嫌疾的啊 公寄啊 各位我讲 所以你要你要很很称职的来看哦 国民党没有什么太强的强将啊 立法院 费洪泰 他们是输在输给佛友宜啊 因为大家有这样的期待 那立法院你说 我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立法院 会跟民进党对干 会 会 会执行非常精彩的 因为你国民党是 非常少数啊 少数你的战力更要 更要大更要猛烈啊 民进党是过半数耶 那你在立法院你会想到 哪些立委让你印象深刻 啊 你想到不是郑立文吗 郑立文 对不对 洛呛 苏贞昌 苏贞昌 气得要是骂他 没关系啊 记不记得 游逸兰教授 就是过去的叶逸兰教授 民进党有个立委 平常大家觉得他很嚣张啊 他跑去法务部长的 办公室把门踹破 这个人就是邱逸营啊 邱逸营被 游逸兰教授 他在国民党的不分屈留耶 在真子里面头发抓起来 哇 南宁大家真是看得真是爽啊 是不是 大家看哇 哇这个不得了啊 叶逸兰教授 何友宜的同学啊 当然在那时候警官学校 现在是警大嘛 就是现在的警察大学 他们当然受过一些 一些柔大或怎么样的信念 哇 各位 大家看了就是爽啊 那更不用讲 还打 打他们一巴掌的是谁 哇 蓝头县长许淑华 那时候是 号称 无敌李超人啊 是不是 大家都替他鼓鼓掌 那 当然 吴蒙的高金 高金树梅 那执行坑枪有力 大家看嘛 还有我老朋友李贵明 李贵明大律师 美国有律师执照 台湾也有律师执照 哦 可以看他在问 那你问 哇 对小统你讲 还马文金 蓝头 哦 那个对金氏对什么 他不是写这一方面 他把他弄得非常熟啊 哦 我们看 国民党 那不用讲 我的学妹哦 陈宜珍 金门选出来了 哇 大家叫他女战神 是不是 每个都有他的角色 可是我讲了半天 你有没有想起 哪一个男生很强 没有 国民党立委以男生为主 不是女生 可是为什么表现都是女生 即使周天 即使那去年的选战 我刚讲了半天 好像 能够给民进党非常强烈的 攻击的 诶是女生啊 王文威啊 喜挑心啊 游淑慧啊 他讲诶诶没有错诶 诶董哥你讲这个 真的有道理诶 我甚至大胆的建议啊 国民党的不分期立委 国民党我们知道立委有两种 一种区域的一个不分期 不分期是三十四席 然后你投政党票大家来分 那 等于说这一届 这一届国民党分到十三席啊 我跟你保证啊 不管你跑政治多久的记者 或者名嘴 没有人能够讲 国民党有十三席 没有人能够讲出有十席啊 除了我 那这 总共十三席 这十三席应该很猛啊 代表党的精神 因为他是党分配给他了嘛 你要选几前先把这一名单列出来 这个会影响总统的选票哦 就你列出来的 这个好不好看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列出来的话 就影响 可是这些不分期立委 表现让你觉得 哎呀 觉得很称职 有战力的 大家觉得 好像好像就是你刚讲那几个女生嘛 我我讲就是这样 对不对 李贵明嘛 郑立文嘛 大家就觉得 哎 陈毅甄是七一立委 不算哦 那还有谁 还有 游毅然教授 对不对 大家想到就比较这几个 那 那我们请教一下 现在蓝金的交力 会不会想说 我要 我要挺的人 必须能够帮 火友宜 必须能够在总统险战里面 发挥 攻击力的 炮火像小董这样 当然像小董这样是很难啊 任何立委都很难啊 为什么因为我是指名道姓 我是对被我骂的人我都指名道姓 一般人不太愿意啊 尤其对检察官法官 指名道姓 哦 这个人就是垃圾 这个人就 就是让人看不起的走狗 我 我都指名道姓 一般人不太愿意这样 尤其你在选举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讲这 一波接一波的时候 那当然 我们 因为新党在82年成立的时候 我那时候当然是 主流媒体的主要记者 当然都非常熟 所以他们认为说 你台北市太熟了 代表我们新党来选83年的议员 我不肯啦 因为我当记者的空间比较大 我不喜欢当民意代表 当民意代表 我也觉得 你就会被显民绑架 显民每次跟你讲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被绑架 很多人在留言板 或者很多人弄很多资料 说你帮我爆料 我不要 我帮你爆料 你那东西 不真实啊 或者不真 对不对 是你自己认为啊 那我讲了以后 我被告我有罪啊 你说我跟你保证是真的 这是我怎么调查出来的 是啊 那你调查出来 对方犯法你拿去给检察官啊 看会不会起诉啊 我们不要 参选是因为 很多选民 会用情细勒手 来跟你绑架啦 哦 简单讲 那我如果没有欠你什么 我没有欠你一票啊 那我们投你 你就应该怎么样 你投我 我为什么就应该怎么样 我有时候 看不下去 我会出来讲话 那我们投你 你就要帮我们 我们加这个维建 你就要帮我关注 你投我是 希望我 我做一个正义的人 帮全体民众增福利 对不对 看紧显民的荷包 怎么你投我 我就要帮你家 官收维建 哦 在台湾这是很正常的啦 台北也是非常正常 你就会变这样 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 哦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这种 选民 哦 投射在 立委候选人身上的那种 那种氛围啊 那那种氛围就是说 哦 让老将 而且封平也很好的 废红太肉弦 哦 大家可以看到了嘛 所以 所以这样 观察起来的话 会发现说 哇 国民党现在里面有一股力量 这个力量是什么 是改革的力量 哦 是希望年轻化的力量 哦 世代 世代有没有效 有效 有效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都世代了 哦 民党很多人也是 哦 那当然他有些东西 哦 大家都知道 民党里面年轻人比较多 国民党比较少 啊 那他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世代 譬如说王世坚 王世坚 年纪比我还大 王世坚年纪比我还大 何志伟才41岁 结果何志伟被一个老人 给世代交替了 很好笑嘛 很好笑嘛 王世坚 王世坚当立委的时候 何志伟还在读书啊 何志伟表现也不错啊 各位朋友 你看看 所以 所以有时候 哦 你要讲嫌疾很多东西 就是跌破眼镜啊 每一届都有 都有某些人跌破眼镜 你知道吗 所以随随随漏 譬如说这次台北市议员的嫌疾 连我都想不到 我们跌破眼镜 小董最好的朋友 林瑞图漏险啊 大家看嘛 啊 林瑞图怎么可能漏险 他基层怎么扎实 是 大家认为他会当险 他就漏险了 对不对 民进党的江志明 江志明是过去陈水扁 总统办公室的秘书 政国会的要角 蛤 他也漏险 是 各位 你就会 很多跌破眼镜啊 每次嫌疾的好看 厚得惊悚 他都在这种里面表现 那这个党内出现 你也很惊奇 没关系 但是小董都会分析 马上回来 董哥今天要喝水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 我三点要上新闻大报卦 中天 四点要上中市的 素名大头夹 好 新闻大报卦跟素名大头夹 是 那我们先把礼拜五的斗内先念完 好 我们从林明贤开始 是 谢谢明贤 去大陆两个月我回来了 哇明贤 他是最能够见证中国大陆的情况 因为很多台湾很多人没去过大陆 听民进党在那边做宣传 我不是讲大陆好或坏 我说你要自己去看 谁跟你讲好 谁跟你看 你觉得小董讲的又不一样 我在那边 我也常坐高铁啊 高铁绝对有靠背啊 这是常识好不好 不管你有没有去过 你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时速两三百的 的一个车子 没有靠背 你没办法坐嘛 各位 你有没有坐过营销飞车 有没有坐过海盗船 没有靠背 你敢坐吗 是不是 那这不全身用绳子把你绑起来 不然你一定 你一定是非常危险嘛 这用讲 那利盈的支持者说 大陆的高铁 连靠背都没有 这个人叫王毅川啊 王毅川是林家荣的交通局长 号称专家啦 智库的那个 智库的鞋者啦 好好笑 好 艾丽克斯 谢谢 艾丽克斯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然后丙隆 丙隆你来了 谢谢 然后洪阿花 谢谢阿花 感谢 然后道洋 道洋联系 抖念两次 很感谢道洋 非常感谢 他都会有好的文章 海人啦 他是从美国过来的 那 这个是另外一个 是 今天给我们抖念 非常感谢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念今天的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背叛着你 全世界news 有吧 欢迎小董真心话 所以我在讲 现在所有的动作都跟选举有关 那这选举有关 你就看到民进党开始 民进党从执政以来啊 都是给自己人拼命 拼命给钱 给好处 给职位 好 检察官的一样 检察官上个礼拜有大 大跟动了 对不对 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被换了 换了一个毫不重要的位置 那 大家可以看到 他换到台中高分检 当检察长 台中高分检在干嘛 协调 各地方检察署 那最重要的台北地检署 天下第一署的署长 由谁 由金门高检署检察长来接任 他当金门高检署之前 他在宜兰啊 他在宜兰啊 他在宜兰 为什么会给他接 因为他就是办 林芝庙的 联任署的署长 厉害吧 各位朋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仇庸喔 很好笑很恶劣啊 小董每天在讲 哪个检察官就是谁的 净嫌总干事 他们都弃了要死啊 还有人去告我啦 大家也很清楚 但是我讲就是一个 一个事实啊 这个事实是怎么样 你实际上你都在帮对方啊 你说我明明没有挂 你没有挂 我在哄刺你 你听不懂吗 我们每次啊 要是譬如说检察官喔 他到法庭 然后他把某个人起诉了 结果法官认为说 你这起诉没有 你这个讲不通啊 法官打回票判无罪 那这检察官是很气喔 你这个法官喔 简直是对方的辩护律师 我可以讲 这种讽刺在我们这个牵纸是很平常啊 对不对 检察官去呛法官啊 你判无罪的理由 简直是对方的辩护律师 那法官认为说 你这个 你这个把他起诉 这些说法都没有办法说服我啊 也没办法说服法律啊 对不对 你的政绩不明确嘛 你都用想的嘛 我们检察官的确 因为他很多也不是因为他想 而是他想这样做 做给民进党看啊 做给民进党看啊 各位看多少例子 你看新党那些人 那时候被国安罪 国安法 然后被法办 这个检察官叫林静廷啊 他当然升官不用讲嘛 对不对 结果呢 你到法院 到法院 大家记得小董 我在节目上讲 我说这个不可能有罪 不可能有罪嘛 结果那些检察官到法庭 跟他们这些被告的律师 没有没有针风相对 而是在里面从头被嘲笑到底啊 那些检察官很可怜 因为不是他起诉的 他们在法 在地检署里面 他们叫做立庭检察官 就是说他有一个叫公诉主啊 只要我们检察官把这些人起诉以后 就派出另一批检察官 你到法庭 你把这些东西看清楚 然后到法庭 由你来攻防 这些人记得 成为笑柄啊 啊 你这种都用你想象的 你所有都是想象啊 每一个案子 一审二审通募罪 那个检察官在里面 都是被嘲笑的 因为他辩护 又不是他起诉 然后他讲 被人家律师随便讲两句 打了两个巴掌 然后没办法去辩护啊 我们很多东西 他是有 好 一个生活的情境 一个道理 然后 当然最后他是以法律做基础 那种检察官喔 在里面被羞辱 被嘲笑 比比皆是啊 因为他 你讲的东西 人家都不相信啊 检察官说台南88枪 好 是 慈济公 董事长 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的王文中 我要把他押起来 被法官打脸 和王文中 怎么会是幕后指使人 不会啊 我要把他收押 法官不准 啊 检察官这样把他起诉啊 说他是幕后那个 检察官完全拿不出 他是幕后的指使人啊 没有错 枪手逃亡到中国大陆 王文中平常在两岸 他起 他起过去喔 谢长庭选总统 他们都去帮谢长庭 包括王文中啊 我身上有一些图片啊 正名啊 那 那 那 做公庙的人喔 常常是 你谁来我都好啦 对不对 你谁来我都助你高票当选啊 他做公庙嘛 希望大家都 都和和气气 大家来我都讲祝福的话嘛 你要我帮你拿棋子收 啊 动算我也愿意啊 就是这样 那他们要把他丢给王文中是干嘛 因为所有迹象显示 不管是郭再卿或谁 这些全部是民进党的要角 是民进党的金主 大家看嘛 民进党的邱莉莉 跟郭再卿怎么讲 郭再卿是民进党的中指尾 跟郭再卿怎么讲 现在齁 我够好不聊了 我又要给互民的党 互民的啊 不然我就这么漏气了 邱莉莉是个女生耶 现在当选台南的议长 可是涉及汇险嘛 因为他跟购菜厅录影 被录音嘛 因为检察官在搜证 在他们投票之前 就已经开始监听了 我够好不丢 我又要给互民的党 互民的是谁 郭信良啊 四年前 他配合郭民党 配合陈廷飞的妹妹 民进党陈廷飞的妹妹 然后大家 合力 把民进党把他扳倒 所以四年前邱莉莉没有当险 四年后他很去啊 那他们的资金来源 就是这些 是不是 卢渣业者 光电 的涉案人 就是这样嘛 那现在 他们检察官用这个想把他扳回来 扳回来就怎么样 扳回来说 这主要就是国民党的王文忠 要把他指向这样 那 可是法官不接受啊 那他们没关系 我照样把你起诉 为什么 因为这个起诉 在法院在审期间 他不会马上审嘛 这个至少半年后 一年以后才会审 你知道吗 那我可以让民进党的人拿到武器 就是说你看 跟国民党密切的装脚王文忠 就是88厢的幕后指使者 他就是幕后常境人 他已经被检察官起诉 大家要看 已经被检察官起诉 那就是一个罪状 那他不晓得 不晓得 检察官就是在帮民进党啊 对不对 他们过去打马航九 马航九就是泄密案啊 马航九泄密案主死人 你看 一个马航九一审二审都无罪 这检察官照讲很丢脸啊 没有没有没有 检察官老 检察官很丢脸 没关系 只要连升官就好啦 各位看 金门的检察长叫周世怡啊 周世怡就是起诉马航九 贪污案的主要检察官之一啊 他们一群人啊 那些人通通升官啊 周世怡本来在台北 他最早在特征组 但是特征组那时候是 很多破格的检察官 年轻 造成一个特别的组啊 那后来特征组解散以后 他他就回到台北地检署 办马航九 泄密案 结果呢 办了以后哇 民进党士气大震啊 然后他就升高检署 那现在呢 高检署检察官 现在叫金门地检署检察长啊 哇 各位这就是周世怡的故事啊 对不对 你只要看对政治的方向 政治方向只有一条 亲民进党 帮民进党打选战 帮民进党去起诉那些 讨厌鬼 马航九很讨厌嘛 国民党的选将 你只要帮他对付国民党 他现在把他界定 台南慈激公董事长王文中就是 他们用这样界定 所以民党就是搞这一套 司法就是这一套啊 各位看嘛 所以这一次的检察官 上个礼拜有赶快出来 因为他怕被我骂 他完卵出来啊 我节目已经够了 啊 赶快 哇 那你两天以后 你再来讲就比较没力 今天礼拜一啊 对不对 你要评论一下礼拜六啊 礼拜六我没节目啊 我没有自己的节目啊 各位 礼拜六 礼拜六又在党内出选嘛 大家看礼拜六是不是党内出选 是 啊 党内出选 就没有人去讨论检察官啊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他们非常懂媒体啊 但是到我这里我就不会 晚两天没关系 我照样批啊 对不对 帮民进党的检察官 都升官啊 办林寺庙的 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那过去 跟周世宜一起办马航九 泄密案 把马航九起诉的 梁光忠 他就在宜然办林寺庙啊 他们几个合手啊 啊 梁光忠 他 因为 起诉了马航九 他升了主任检察官啊 各位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背景都是这样 所以检察官要升官很容易 办国民党的 办马航九的 办民进党讨厌的人 那最后不起诉 不起诉 谁还记得啊 我官已经升了 啊最后对方判如罪 我的官也不会被拔掉啊 我升的官也不会被拔掉 各位这就是一个逻辑啊 所以民进党在 民进党在做什么事情啊 或者检察官做什么事情 他不太在乎 啊 构成 他们在乎结果啊 就好像小董 啊 你知道那则李瑶问我 那则司法案子 司法案子 当然看结果 小董这样 李瑶说没有 我是享受构成哦 构成他会 骂那些检察官 骂那些法官 或什么 就很好笑 他觉得他很享受这样的构成 我说我重视的是结果 民进党重视的是结果 民进党 检察官重视结果是什么 最后我升官 小董认为说 我官司当时要打赢啊 啊 中间呢 中间对方的律师 很阴损啊 对不对 或者讲话很刻薄 我也碰过太多次了 我也碰过那法官很刻薄啊 在台上跟我讲 后来我眼睛看着他 意思 我没有讲出话 因为你讲出话就被录音 我眼睛看着他 意思 他头一台就看到我眼睛在 在瞪着他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要把林伯给笑 我也会修理到你了 你以为你要去捧民进党 LOP 你以为你下来你就没事了 对不对 我也要给你好看啊 他们平常哦 七三八二惯了 但是 我是个媒体人啊 我常常碰到这样你知道吗 我碰过检察官 那个法官当场 当场 可以说是骂我 您什么 我就看着他 我不编路 意思说 你再讲讲看 你都知道自己没有道理了 你还好意思这样讲我 那种很明显的 政治色彩的一堆啊 但是民进党 毕竟是个垃圾党 他有这些名气 可以融络很多人 所以各位看到 整个检察 检察长 上个礼拜五 出来的话 这是一个 选举的调动 这是一个 战斗的改组 战斗就是要占国兵党 占小董等人啊 各位我跟你讲 所以检察官 介入选举 堂皇开战 董哥今天喝水 好 我们要把今天的念完 是 今天从城邦寡人开始 是 谢谢城邦寡人 非常感谢 董哥礼拜一好 五一劳动节将至 好开心 大家吃饭喝水 谢谢 谢谢 来吴修 谢谢吴修 他说 我的经历 王晋英 因为王晋英 那时候在高雄被栽账 那听到包车 马上就有 似曾相似的连结 所以他在讲 习小青 他如果没有跟充分的争计 就应该 公开道歉 又还 费洪泰一个清白 因为习小青那时候 费洪泰那边 好像包车 一车的人要去投票 那 这个的确是 吴修讲的没有错 来吴修 谢谢习小青的洗俗啊 相铺太厉害了 的确是 他一选完 他公布洗俗华相铺 一番两个年 他那已经收集多久了 你洗俗华 你根本都没有 来开会 前兆领 所以他说 你是薪水小兜 那 因为 他自己有把 那些过程把它拍下来 所以拍出一个相铺 就你长期 你根本就没有来 那当然 他的指控 很有利 方小方 谢谢方小方 董哥喝水 昨天中天 没有招牌格子 因为那一件 有点闪 他其实是 白色跟浅蓝色 是 白色跟浅 很浅的蓝色 所以看起来 好像很像白色 因为他那光比较强 好 谢谢 洪阿花 谢谢 是 谢谢阿花 谢谢 非常感谢 杨凤 谢谢 杨凤 非常感谢 杨凤 谢谢杨凤 来了 好 来了吧 欢迎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民进党是一个垃圾下山岸 不要脸的出生党 民进党 只要执政 用很多职务 去笼络检察官法官 然后 他们立营了电视台 用你可以来上通告 让蓝营很多人 就去那边 骂国民党 你只要骂国民党 你的通告就不断 各位可以看到 有多少例子 那 过去啊 你看连国民党 连马航九找来的 文传会主委 到立营电视台 都在骂国民党 啊什么青年金啊 什么那些人 哇 有电视台可以上耶 哇我上完电视台 很多人都认识我 好爽喔 又有钱啦 所以大家拿国民党的薪水 高薪喔 拿国民党的薪水 高薪 有坐车 有司机的高薪 然后到电视台骂国民党 啊太爽了 啊国民党说 欸不能这样 欸国民党欺负我耶 我为什么不能讲话 喔是 他就装作被国民党迫害 国民党过去就养一堆这种垃圾啊 各位我讲就是垃圾 马航九时代最多 马航九他们找来的一群垃圾 党中央的高官 或者一些立委 那种人是不要脸到几点一堆啊 你你不喜欢这个党你自己离开就好啊 你拿他的高薪在那边骂他 那那你是人格扭欺吗 拿他高薪在那边骂他 只为了领 对手的又给你的一个费用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国民党以前一堆这种人啊 我不骗你啊 我有时候看了 但是喔 有时候在台湾喔 看多了喔 很多人会麻木 我不会麻木 民进党的酬庸 王鸿威立委 他其实昨天就指控了 合作金库 大家知道合库啊 他的资产管理公司 董事长叫蔡建兴啊 蔡建兴当董事长以后 然后呢 自己的儿子喔 就进入了 把自己的儿子拉进来 把自己的外甥也拉进来 然后还把自己 他也 因为他过去开一家公司 这公司的生意伙伴的女儿也拉进来 都是当高官啊 经理协理 经理协理 不是经理就是协理啊 他当董事长啊 各位 我们现在 这家公司已经变成怎么样了 合作金库耶 大家知道合库吧 过去很多公营的 由郑鲁在掌控的 三商银 合库 台银 什么 华南 对不对 过去很多郑鲁可以掌控的 可是你今天可以看到 原来民进党把这个东西 抓在手上啊 图立自己人啊 他到里面修改 资产管理公司是怎么样 贷款 他手上有很多钱嘛 合库当然 合作金库当然很多钱嘛 合作金库就是做金库嘛 民进党的金库嘛 你只要跟我们民进党合作 我们的金库就延延不断来帮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蔡建兴是怎么样的 大家知道 民国九十一年 那时候议员选举 结果国民党 民进党都没有过班数 结果朱安雄就去 综合联合 买议员的票 就像现在 台南 台南邱丽丽丽他们的情况一样 那邱 朱安雄是高雄四大家族 他过去 比较有钱啊 过去 他的公司叫安峰啊 安峰集团 他当过监委 太太吴德美 我都认识了 大家看 他就 他买票 买民进党的票啊 只要议长投我 一粒米酒 一条原被多少钱 五百万 然后民党很多人就拿了这个钱 就投他 结果朱安雄就当险了 那时候阿扁在当中的阿扁弃的钥匙 下去办 结果果然办出一堆成绩啊 那时候有个非常挺阿扁的 高雄市医人姓郑啊 每天在节目上 哇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有时候也 也上我们210年 或者扣应进来啊 后来他也被发现了 发现以后怎么办 太丢脸了 通通被取诉啊 他说他忏悔啊 所以就剃头当和尚啊 各位记不记得高雄有个和尚 和尚议员 记得吧 他女儿也在当议员啊 他为什么要当和尚 他选的时候不是和尚啊 因为他会 他拿人家的钱 被抓到了 表示忏悔 表示忏悔 为什么要去当和尚 你在羞辱侯文嘛 对不对 所以陈辉文最喜欢 也以他 给他起个抽号 叫他大师兄 大家知道 和尚 我们称作师兄啊 为什么称作师兄 因为过去有个漫画 很有名叫乌龙燕 乌龙燕最有名的几个人 一个叫大师兄 现在棒球有一个叫大师兄的 林志胜 三百集 不得了 对不对 那过去乌龙燕的大师兄 大师兄每天做一些糊涂事啊 这是敖又翔的漫画 他写得非常爆笑 四格漫画 大家看了每天看中国时报 就是要看这个 小孩子也看 大人也看 那里面还一个 我自以为很了不起 叫蔡捕陀 蔡捕陀 因为他是一个古代的故事啊 他乌龙燕是一家 是一个庙啊 那这个师傅也是糊涂 讲话讲到一半都会睡着啊 就很特殊啊 各位啊 那结果那大师兄 收了钱啊 我讲的是高雄市议员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蔡建兴就这样出生啊 蔡建兴啊 为什么出生 因为朱安雄就赶快跑路 到目前都没有回来啊 20年了 大家都相信他可能跑到海外 他就不见踪影 偷偷跑了 因为东窗四花 那 议长要改选啊 改选那时候 高雄市长是谢长平 他就合纵联人啊 结果 把 原来国民党的蔡建兴啊 他跟蔡建兴讲 我叫民进党前党挺你 你带几席 你民进党 国民党自己的议员来挺你 结果 他靠国民党当选啊 背骨 这个人背骨啊 背叛国民党去跟谢长平合作 他当选议长 所以他变高雄市议长 那 这样 2001年啊 2002年啊 民国91年 结果接下来 议长下去选啊 因为你投靠民进党啊 你也是民进党的 高雄市议长啊 过去民党在高雄没有哪下议长过啊 对不对 所以太爽了 然后下去选 选议员 要当议长要先选上议员 民国95年 结果蔡建兴露弦了 他就满意愿了 你看 你让我当议长 叫我背叛国民党 他露弦 所以民进党就很照顾他 那照顾他 当然就给他核库资厂管理公司的董事长 当董事长以后 儿子蔡政达 当核库创投的经理 外甥 姐姐的小孩 叫陈和伯 陈伯舟啊 伯是松伯的伯 舟是 荆舟 张舟 德舟的舟 然后当这家公司的护理 他的生意伙伴 李沐昕 李沐昕的女儿 生意伙伴 李沐昕的女儿 叫李宜芳 会当这家公司的协理 然后 他们这家公司在做什么 他们大量贷款给高雄 汽车客运公司 那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叫李宗希 李宗希就是李宜芳的堂哥 各位 他们修改内规 这家公司 所有的贷款都 有七成以上是贷给高雄啊 高雄好厉害喔 原来高雄人自己这么照顾自己啊 这家公司的所有贷款有七成 全台湾这么大 贷给高雄 各位 劳动部的就业安定基金 总共四千万 有三千一百万 要让高雄办活动啊 上个礼拜的事啊 一被爆出来高雄市政府吓死了 对不对 为什么喜明春 劳动部长说 我不干啊 因为东窗事发被发现了 喜明春是个律师啊 他被谁修理被谁揭发 被民进党澎湖宪选出来立委 杨耀说你四千万 为什么三千一百万 给一个高雄市 高雄市 给陈其邁 他讲不出话了 唉我不干可以吧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在干啊 喜明春你有羞耻心吗 你在国务会公开讲我不干可以吧 你为什么继续还在干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缺太肥了嘛 手上一堆钱嘛 喜明春 臭号叫小 陈其啊 陈其 臭号叫吉姐嘛 他臭号叫小陈 表示他个性很像啊 他跟陈其才不像啊 我不 因为陈其我是熟悉的 但我跟各位朋友讲 民进党就这样 只要 只要我那个我就给啊 大家看喔 数位不 数位不就是那个什么 妈的多重宇宙那个啦 这是妈的多重宇宙 他们给李怀仁 李怀仁 在李怀仁站着打瞌睡 被李贵敏问的时候 看得好好笑喔 他说我眼睛小 这种人喔 看了你就是气 你知道 各位朋友 怀是怀怜的怀 人意道德的人 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啊 这种自己人 酬庸已经 酬庸已经 吃了 我们要把今天的董内念完 好 OK 今天刚念到杨峰 是谢谢杨峰 然后董志胜 谢谢志胜 非常感谢 水出现就知之水 就这么简单 谢谢 然后秉龙 秉龙你又来了 还有家伍也是每天都会来 他说国民党 藍姓立委要多加油 没有错 海添衣社 唯一支持夏家平民党 谢谢 然后志胜 谢谢志胜 你又来了 洗小巾的例子是 藍营里面 少数人打利用牌的 选将 的确是 很多人是这样看 然后艾莉克斯 谢谢艾莉克斯 非常感谢 然后 是陆佩黎 佩黎你来了 非常感谢佩黎 WK Ma 是他是香港的好友 他给我大大的一笔 WK Ma 是 然后 居龙胆 胆选喜 这是我们新加坡的乡亲 自我金门人的乡亲 好 谢谢 非常感谢胆选喜 给我大大一笔 吴兆怡新竹来的好友 是 然后再来是明称 明称 明称谢谢你 董念我非常感谢 还有道阳 谢谢道阳你来了 很感谢 道阳都会有一篇文章 谢谢 好谢谢董哥